近期韩国流行文化圈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一系列争议事件不断上演 首先一位知名艺人的婚姻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 金日喜公开了与前夫崔敏患离婚的原因指出 其长期涉足不正当场所 并有长达37分钟的录音作为证据 就连拉关注娱乐热榜了解最新娱乐事件 在首尔一场大雨导致地铁站被淹的混乱中 有关崔敏患的不当行为的讨论愈发激烈 金日喜透露崔敏患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家庭的底线 包括在家庭聚会中不当行为 以及每月在不当场所的花费高达230万韩元 这比她支付给孩子的抚养费还要多30万 这样的花费显然不足以支持三个孩子的生活 这也是金日喜选择离婚并放弃财产的原因之一 回顾两人的关系 崔敏患作为乐队AFTING的鼓手 与金日喜的恋情在2017年9月公开 随后两人迅速结婚 金日喜在20岁时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已婚偶像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婚姻 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问题 在崔敏患服兵役期间 金日喜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生活十分辛苦 崔敏患退伍后却频繁出现在不当场所 这最终就导致了两人婚姻的破裂 尽管崔敏患试图通过参加亲子节目来塑造好父亲的形象 但金日喜已经不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而受到了网友的批评 在崔敏患即将举办演唱会之际 金日喜突然离家出走 这无疑加剧了两人关系的紧张 最终两人在去年离婚 但直到最近金日喜才公开了离婚的真正原因 此外乐队的其他成员如李鸿基也卷入了这场争议 尽管公司已经对崔敏患的行为表示道歉 必须不想终止他的活动 那有关他在台湾的演唱会是否还会继续的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警方也表示将对崔敏患的行为进行调查 我们将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圈的最新动态 可以关注娱乐热榜了结娱乐圈的热点事件 在这一切争议中 我们不仅要思考为什么在这类事件中 女方往往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金日喜在26岁时已经成为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这让人难以自信 但错误显然在于男方 我们却常常首先考虑女方的责任 这可能是社会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 因此我想提醒所有女性要保护自己 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 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 一旦陷入错误的关系